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尺周星 清静 尺周 知 妄念 生命 天尺 愿您持久 不断出望远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佛道无上是远程 愿消散张住烦恼 无缘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意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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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长心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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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个 一个是药石咒 蓝色的 一个是六道金刚咒 什么叫六道金刚呢 那你如果常念这个做哈阿瑟沙玛哈 那六道众生将来都可以解脱 特别是鬼道 畜生道 我们都会替他念 上面都有写哈阿瑟沙玛哈 基本上各位拿到你会觉得这个还好吧 但事实上就像一个美国最有钱的人 他所有的钱加起来的功德 还不如他碰一下这个 只是世间人会觉得说 哦 我很有钱房子很多 在世间的眼光来看好像他很有钱 但是还不如他念一句欧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佛陀说 一个人用两百年 在这个世间不断的黄金珠宝大布施 还不如他归三宝的功德 所以就像他能够碰到这个咒语 或拿到这个咒语 那么他一定要百千万节有福报才可以 请大家拿法会读送本 请翻到第四页 我们现在要来做八供养 十种供养 佛陀是无上圆满福田 你在这个世间不吃一百亿美金 做很多善事 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都供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 所以各位要不断不断的去做供养 当然供养除了对佛陀的尊敬感恩 令佛陀欢喜 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哪一天也能够做佛陀在做的事情 承担佛陀帮助众生的责任 我想就像一个学生去尊敬老师 如果这个学生将来跟老师做的是一样 老师就很高兴 所以佛陀存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救度众生救苦救难 所以我想学佛就是学习 帮助别人救苦救难 但是话要讲回来就是说 你要帮助别人 一定要先学会帮助自己 比如说一个妈妈 妈妈生气了 你去跟儿女讲话 你讲的话再有道理都没有用 因为你只给她一个生气的压力 佛陀里面讲的是用平静 你自己自在了 你再去慈悲可以 就像老板 老板就说 我银行贷款那么多 你们好好赚钱 跟你讲了一大堆赚钱的方法 事实上这家公司已经不太赚钱了 因为这个老板自己压力很大 那为什么会有压力 因为他有所求 比如说开老人院 开老人院的第一个动机是 照顾老人不是赚钱 当然哪有可能开老人 就只要赚钱开了干嘛 但是你要调整 因为老人就像爸爸妈妈 兵至什么 卢龟 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 当然我们会这样讲 但是你要真心的 赚钱是自然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老人都当作自己的家人来照顾 那别人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你自然生意就会好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 就是有很自私的赚钱 那老人变成一种工具 那你可能就赚不了钱 所以那我想 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那你这个 你工作的意义是要服务社会 透过电脑 透过医生 透过买卖食物 透过买卖衣服 动机是这样 那你这个就是你要挑 当然我说我知道我要赚钱 但是我故意调整成这个动机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说你不会生气的 你没有欲望 但至少我在修行的那一刻 就是改变一个动机 因为要学习佛陀的智慧跟慈悲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要学 那时候你就会没有压力 因为这个佛陀不会给你压力 但是你会被他感染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 原来不求自来 我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 他自然赚钱 你不要双管齐下是 赚钱压力也大 没钱压力也大 这个叫两面夹工 拉土两头烧 所以就是因为要赚钱 所以你更要平静 这样啊 那平静你就会有效率 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 那修行就是 所以我要告诉我 不能企图心太强 不能目的心太强 不能排着对立的心态太强 如果有这种对立的心态 排斥的心态 那你给对方 虽然你语言文字讲得很好 你脸笑得很灿烂 但是对对方知道 你后面藏一把刀 不小心就把我给杀了 所以就会有压力 所以我发觉现在 子女如果精神不安定 都是来自于父母的问题 因为父母给的压力太大 你好好读书 你不好好读书 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 你就靠我养的 你儿女好可怜啊 他们将来就自闭症这样 很脆弱 所以我们不能把压力 拿给别人说你不好努力 你会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恐吓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假设就算你是离婚了 没有问题 我们好好生活 吃 吃还是会吃 没以前人家那么好 那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可以做得快乐的事情 去喂鸟啊 去哪里啊 你自己放轻松 然后这个气氛就来了 家里就很和谐 然后吃起饭来就很快乐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压力长大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受的苦啊 太多了 并不是没钱 我爸爸很有钱 但是跟他吃饭就会胃溃痒 就会抽筋 然后因为就赶快一顿饭 最好一分钟就走 还不能走 吃一顿饭十分钟 他要骂肩念三十分钟 大加持大灌顶 然后你神的是 然后在那边 然后妈妈看我 我们兄弟互相看 很痛苦 希望爸爸不要回来 所以我妈妈有时候会打电话 你爸爸不回来 全部人都回家了 就是这样 虽然爸爸给很多钱 但是很痛苦 当然爸爸想法是 我为你们好 这个社会很不好 我要让你们成为 个个比我还高 这样 是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不知道 快乐不是建立在成功 读博士 很有钱 但是世间人 如果你把快乐建立在这个 当然压力就会很大 快乐建立在你的心里 接受你自己 然后你煮出来的水也好喝 你炒的菜也甜 你的微笑自然灿烂 但是如果把快乐 建立在金钱外表地位 那你那种是假的快乐 所以当然是 所以我们现在要供佛 我们无所求 对不对 我们从心里接受了佛陀 感恩佛陀 而且我们含着悲心 现在我们供养是 为所有众生 所有国家 所有贫穷者 而且我们生起一个圆满的心 佛陀啊 我将来要跟你一样 成为一个佛陀 来帮助众生 来接受供养 因为佛陀接受供养 不是为了他的快乐 是他可以把功德给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供养爸爸妈妈一百块 事实上你多赚了一万 因为孝顺嘛 爸爸妈妈不是要你的钱 是知道说 你这么孝顺爸爸妈妈很高兴啊 所以我们怀着这种 这种平静心 恭敬心 慈悲心 一起来供养 当然供养我 虽然各位手上没有拿花 但是念一下用心供养 你的心最重要 用心供养 但事实上现场也有真的花 还有居士代表 拿着香 等一下拿着花 拿着灯 那我希望各位 每天都要念一遍 这个本子明天如果念完了 那各位就跟他们 一共菩萨请 在家里每天念一遍 这上面画了香 你在你的佛像前 佛经面前每天做供养 这个供养会念心栏五分 真正的供养是你心里面 内心里面的持戒 禅定 智慧 解脱 解脱之见 是这种内心的供养 所以我这样比喻好了 阿弥陀佛就希望我们去极乐世界 你合掌说阿弥陀佛 我愿意去极乐世界将来成佛 对阿弥陀佛最大的供养 阿弥陀佛还说 阿弥陀佛我要去 我要带个一千人去 这样 我现在让别人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说 爱面子 阿弥陀佛说 你来极乐世界 所以你就可以脱离轮回 将来可以成佛 他是为众生的 所以希望你在家里 天天这样供养 当然这十种供养也代表 成佛的十种不罗命圆满 所以 那如果你经常很认真的 这样去观想 供养 对你的内心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在长期的压力 长期的对立 长期的死亡 所以已经让你很累了 很痛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休息 休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但是至少什么都不想 没有压力 然后再去想好的 这个意思了 什么都不想是智慧 然后去想好的 帮助众生变慈悲 当然修行最高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达到 再复杂的环境 你内心很平静的智慧 这是一种空性 为什么 你再好再坏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凡所有相 都是虚幻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云如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名为正观 就是正确的了解 那各位要虐习 要虐习 千万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房子 它是房子 价钱多少 你会有分别 但是你要想想 它只是这些组合物组合的 这样 它的功用 是可以给大家来办法会也好 聚会也好 它有它的功用 但它的存在 是一个假象的存在 各种会变的物质的 暂时的结合 这样而已 那你要习惯 所以它是虚幻的 你不要说我的房子 我的钱 你就会痛苦 你的 那我就不关心 有这个分别 所以一切都是平等幻化的存在 但是它怎么去发挥功能价值 这样就好 连这个身体你都观察过 这个身体 地水火风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的意识 结合起来 所以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我的 地水火风 叫色受想行事 没有一样是我的 属于我或我在里面 这个我 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各位你要经常跟自己说 不然有些人不高兴 我不甘愿 我不甘愿 他告诉自己 我要找他 我要跟他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你就一直在制造这个很痛苦的压力 我要得到他 我要抓住他 我不要他 这些都是不该想的 因为连我都没有哪有他 所以 而且是大家平等 所以当然 学佛各位要有思想的转变 而且像我自己老实说 我是习惯于每天跟自己说话 而且说的都很简单 按照《般若心经》来告诉我 这空性是什么 追求菩提怎么做 念阿弥陀佛 那我现在就在往生净土 而且我要带着众生往生净土 而且希望众生孝顺父母 受死上规发菩提心 然后就一直在讲你阿弥陀佛 而这个没有说谁高谁低 谁久谁近 而是你就要维持这个状态 从一开始呼吸中间呼吸 最后也还在呼吸到没呼吸 这样 那这个就不间断 就不间断 学佛很单纯 千万不要有一个 现在我发现很多学 有一个次第 这个低 这个中 这个高 然后谁要追求低的 你会把低的当作一种跳板 而不是实修 我做完加行 我读完书 那我最主要是要达到这个 中间你都不实在 这样不好 因为每一样都是很踏实踏实的 去融入它 去享受这个伐喜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 这个我才伐喜 这个叫我去拜佛 这个我已经拜过了 现在不拜了 所以我们是从头到尾都要拜佛 从头到尾都在忏悔 从头到尾 这叫不间断 千万不要把它割开 割开以后 变成高跟低的分别 你还是没学到佛 学到佛法是什么 你也讲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就是每一个这个东西 我永远都在呼吸 我永远都在修加行 我永远都在空性 我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吃饭也在上供下施 饭拿起来上供 布施给你自己 包括你里面 内在就有六道众生 内在就有佛性 吃饭当下就是上供下施 而且你吃下去的饭 产生了气味 然后就在供养 就在做烟供 透过外在的 的这种烟供 放到内在来 天天我都在点灯 因为我生起空性跟悲心 所以什么叫点灯 念一下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那你在点灯 了解吗 当你一生气 又贪嗔痴 你的灯又熄掉了 无明 所以你要保持明的状态 不是说点灯 这个仪轨 深还是浅 它没有这样分的 因为每一个仪轨 每一个念佛 都是让你在当下 所以供养也不是 我们只是把这个供养 供养到你的意识里面来 你二十四小时 哪有不供养的 二十四小时都在上供诸佛 下师有情 净化自己 以上供诸佛圆满菩提心 以下师有情 圆满大悲心 以净化自己圆满空性 念佛念法念身 从一开始归一 到最后成佛都不离开山归一 包括你成佛的净土 也是叫人家 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佛法没有深浅 没有说先这个再这个 这个再这个 佛法没有这个深浅 我想每一个佛法讲的都一样 只是文字深跟文字浅 孝顺就是孝顺 没有说现在孝顺以后不孝顺 孝顺就是孝顺 它是一个心态 展现出来的行为 但是千万不要把 因为就像有人跟我说 海棠法老师 你天天放深 你不讲一点深的 这样 我说放深最深 慈悲最难 为什么你们每次讲的都是这么浅的 你们讲一些 讲一些什么 我不懂了 你也不懂了 大家一起不懂听吧 然后就觉得很深 你也听不懂 你做不到的东西 你不要去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 不要谈 因为谈了没力量 所以你自己有认真在做 大家鼓励我们互相来修悲心 大家鼓励可以 因为我也朝这个方向 你也朝这个方向 所以 那你现在是如此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现在我们去帮一些穷人 送给他便当 你快不快乐 那个就是佛法 升起 想要去帮助他 就是悲心 去实践他 就是菩提心 就是佛在做事情 做完以后放下 那就是在空性里面 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 慈悲当下就是佛 念佛当下就是佛 上供下世的当下 都在做佛在做的事情 那你要让自己再讲 那以后上班也是佛 下班也是佛 健康也是佛 生病也是佛 佛教教教你 在生老病死轮回各种的因缘 保持觉性 觉性 那就是佛性 知道他来了 知道他去了 知道他快乐 知道他痛苦 而不是断灭他 不要生气 硬忍忍久 你会生病了 我是气一秒钟而已 所以 给我一个 但是我从这个气 生气里面去观察 从这个欲望里面去观察 从傲慢里面 用佛法去超越他 这个叫智慧见 知道见吗 智慧见 在火里面断除烦恼 火焰化红颜 这个是当下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世界 当做一个净土 每个人当做一个佛 也当做一个将来可以成佛的众生 去对他供养 所以用嘴巴赞叹对方 就是供养 用好的眼神看到对方 是供养 各位不要眼睛看到对方 你爱我吧 那些恶鬼道的供养 对不对 你在饥渴 饥渴 做生意的人 讲了半天 你钱给我吧 那不是供养 那是一种 一种贪欲的语言 那这个社会变成 大家有所求 执着 有目的 所以我想 你在那边微笑就是供养 你用心尊重的对方 是个未来佛 是个供养 你用语言 去赞叹对方 去让对方学佛 那是个供养 那我们是 以对佛的这样尊敬的供养 变成24小时在上供 下士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去做好事 那马上就感谢爸爸妈妈生我 这个就是供养 回向给鬼道的父母 那也是供养 因为我在做这些善事 那佛教的最基本的也是最究竟的原理 念一下 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 这个空 不离开缘起 因为离开外在的我们不能存在 所以 刚刚念的三宝 护法善神 六道众生 冤心在主 就是让我们这一颗心 跟整个法界合在一起 佛的法界 菩萨的法界 声闻言诀叫四圣法界 然后天道阿修罗 人 第一轨道 出生到六凡法界 喝起来叫十法界 所以你用一支香 你用一杯水 你用一颗心 你用你的声音 那你就要跟 跟所有法界众生 连在一起 这个叫空性 空性 就是跟万事万物 产生依赖 产生连结 而不是执着 什么是执着 执着 执着是我不理这些 我只喜欢花旗 他我不管 那就是执着 执着会有压力 所以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那是妈妈爱小孩 他就会给他压力了 有压力就会对立 因为你不懂了佛法 那你就跟对方对立了 福教里面讲的是 平等无分别的爱 就是无染清净的慈悲 所以各位要每天跟法界合在一起 用个灯 用个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我都供养 十方诸佛皆欢喜 阿弥陀佛 然后呢 诸佛复杀观而 互法善神快乐 六道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心在极乐 他马上就往生净土 但是他要放下 我在做鬼 我在做人 那你就分别 所以离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离一切相 极见诸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空性展现出来的融为一体 所以念下来 生命共同体 你不能离开我 我也不能离开你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太阳为我们存在 我们也不能离开太阳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形象不一样 是土 是花 是灯 事实上 土就是花 因为 这个花烂了 归泥土 泥土里面才有营养 在长出花 草 树木 那这些 你要多去思维 所以大乘佛教 佛的思想叫空 展现出来是悲心 他就是告我们 那现在各位是个体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为什么对方有钱 为什么我穷 为什么他漂亮 为什么我丑 事实上各位 你的儿子长得很漂亮 你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你快不快乐 你不会嫉妒他 你不会长得比我还漂亮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有分别 你的好就是我的好 你的不好也是我的痛苦 因为你已经练习了空的包容的 合在一起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会觉得痛苦 是因为你把希望建立在一个小小的点 叫执着 那如果你会觉得快乐 是因为你把希望 跟法界众生合为一体 就像我们现在上供下施 那这个跟在家也没关系 跟出家也没关系 是你要不要过这种心态 当你开车的时候 愿全天下开车都平安 不是你在开车 你是为全天下都在开车 愿全天下的友情 都跟我一样在念佛 忏悔 因为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在念佛 诵经的时候 引领的是所有天下的众生 朝向三宝 供养三宝 离苦得乐 那各位要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 这个叫入法界 法身 清净法身 所以而不是跟法界对立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因为缘起信空 所以你骂别人 最后你一定被骂 你保护别人也会被保护 你爱这个世界 世界被保护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来美国还没赚到钱 因为你对美国不好 你要经常做事情都为美国做 你在美国这个土地种福田 那你在美国所做的一切 它都会回馈你 但是不要利用美国 不要利用别人 不要跟对方对立 所以你现在得癌症 百分之九十 医生说你会死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百分之百医生说你好了 因为你不让癌细胞再增长了 癌细胞本来是存在我们身体的 是你让它扩大的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那些痛苦的细胞不再增长 快乐细胞就起来了 我想无名就是误会的意思了 你本来很恨这个人 原来一场误会 对不起 所以各位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不会跟它对立 不会误会它 你所爱的都是过去你恨的 你所恨的都应该你要爱的 所以佛陀说 冤亲平等看待一切 那你只要相信 当然我有时候会 请他们讲讲因果的真相 因为你们不相信 如果各位完全相信了 今天我们聚会在这边 这是我们好几次的约定 学佛了要继续会 但是过去都有缘了 然后我们聚会大家一起来 帮助整个地区整个法界 所以 那这个有类似的因缘才可以的 所以 那我们把握这个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永远没有散掉 为什么 把今天的法喜 放在你心里 好不好 永远在上供下侍 放生不是我明天才去放生 而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放生 都在慈悲 时时刻刻都在焉供 时时刻刻都在点灯 时时刻刻都在上供下侍 不过话讲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各位 你要散发一种 念一下快乐 自在 幽默 没有压力 拥抱众生 不对立 所以各位最好 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老太婆 或老先生坐在路边 Hello Hello 就是念阿弥陀佛 祝你快乐 你要我念什么就念什么 反正我Hello里面充满了祝福 但是你不要有一个心态 放一个石头 石头太好听了 放一个手榴弹 你要对我不好 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丢掉 这些东西丢掉 因为看人要看心 对不对 你以语言文字讲的再好 你这里面有虚伪 有傲慢 有自卑 这个没什么 所以我觉得特别女孩子 我今天打扮了漂亮才出门 不然我不要出门 你给你自己压力了 今天我很有钱 我就嗯嗯嗯嗯 我是有钱人 你没有看到我头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会看我车子那么高 因为你没有掌握你的心 才是最美的 叫如意宝啊 菩提心 但是你用外在的东西 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这不好 这不好 夫妻之间 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 你一定要爱我 你不能离开我 对方要求 所以各位你要修行 修行是一种和谐 所以我们出现人 叫和尚和和 你对我好 我给你和 你对我不好 我也和 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 你今天骂我 明天搞不好你会对我好 这样啊 你这辈子伤害我 下辈子你会对我更好 因为你伤害过我 那你这一点对你来讲 对你好对你我不在乎 因为它只是一个 因缘果报的现象 因果 所以因果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忏悔 可以制造新的善的因果 但是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不变的是空性 展现出来的平等大悲 那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 但是不是说告诉你这个 你每天就在研究佛经 不是的 你就用这种无所求的慈悲 去做医生 去做护士 去做经理 去做餐厅 去做太太 去做先生 那你要把这个心态 用在你的人际关系 给别人快乐 所以我一直不喜欢 讲太多经 或是太多理论 这种东西 因为我怕很多人 又跑到理论里面去了 认为说 学佛就是越研究越深 越爬越高 问题呢 离自己越来越远 觉得 奇怪 还是不踏实 还是找不到那个点 所以我发觉很多出家人 我到纽约才发觉 原来纽约出家人有好几千人 因为他们离开了家乡的寺廟 来自印度 来到这个地方 有些人是佛法用不到 用不到 修了一辈子的佛法 读了一辈子的经论 他用不到 他没办法跟社会融合 他不知道活在当下 他制造了一个假象 所以在这一点 虽然很多人有学各种不一样的法门 但是呢 我们讲的叫新地法门 当下的自在 当下的平静 平静反射的光 大慈大悲 一点都不用勉强 一开始你要故意去勉强慈悲 到后来慈悲变成很自然 叫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从一有到无 所以 那最主要是 你要开始练习 我想各位从今天开始 你要回去观想 现在我得癌症了 人家来看我 哈喽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不要说 我怎么会生病 有没有钱啊 你们同情我啊 你把你自己的快乐 定在别人的眼光 我给你 你会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师父 我什么时候结婚啊 嫁给阿弥陀佛 不要嫁给一个凡夫男人 你会看不起他的 嫁给真理 所以 就像我这个男人 我已经体悟到这个道理了 我 我不需要爱情了 我不需要金钱 我不需要地位了 我们出家人存在的目标 就是奉献 无所求的奉献 不要囤积金钱 就是奉献 因为走到哪里 哪里不是道场 因为有智慧 有慈悲 有爱就是道场 到湖墓区也可以 到路边也可以 可以喝咖啡也可以 星巴克OK 可以谈佛法的地方 可以表现佛法的地方 因为你在那边吃饭 吃得很安详 微笑 眼睛看着对方 Omani fachiti hong 耳朵听着对方 Omani bai mi hong 因为你随时在表现佛法 这个餐厅大家纷纷扰扰在吃饭 吃鱼吃虾吃肉 没关系超度大法会 那我一定要进去里面吃 才可以超度 叫来的素食饭菜 替他们上供下施 念完了 师傅呢 法会办完了 不知道我进去干嘛 超度人 超度动物 超度老板 超度厨房 所以 因为这个世间 佛法不是这个硬体 它是个方便 也不是说再好或不再好 如果你不会用它 它变成浪费 佛法是在净化人心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今天开始学佛了 至少真学到什么 来 快乐 亲切 自在 柔软 关心别人 像一朵花 你要给别人感受到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不要穿个衣服 我是老板 我是美女 有没有看到 对我们来讲 你是乞丐 好可怜啊 所以佛陀要我们过那种 没有钱 没有装饰 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生活 为什么 因为有佛法的喜悦 有智慧 有悲心 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 所以我经常念这句话 我觉得很好 念下来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这样就好 好在各位 有点穷 不然你才不会来学佛 那现在你以前 有钱的要命 骄傲 对不起 学佛 我还在搞我的办公室 大楼 看车子 不然人家不知道 我有钱 所以佛陀说 没关系 等你痛苦了再来 没有病的人干嘛来找医生 对不对 你要觉得自己不圆满 有钱怎么那么痛苦 OKOK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婚姻不快乐 太好了 你快开悟了 感谢对方 散来散哉散哉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假的都是痛苦的 师父我生病了 太好了 你快 快了快了 不是快死了 快开悟了 快去净土了 快去净土了 你要这样去想问题 所以你这样去想问题 像我们 我们不知道求什么 出门戴一件 往生背 什么时候要走 我知道我自己还戴好了 但是走到哪里 尽力 我自己要修佛法 我要安住在法性 就是佛性 安住在无所求的 无分别的 却了解一切的智慧 却时时刻刻 关心花草树木土地的慈悲 所以像我今天在这边 我很努力 为什么 老人也是我的 这些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这些同事都是我的恩人 他替我照顾父母 所以我今天很努力 但是我讲的是今天 明天就再见 今天很努力 明天就放下 努力睡觉 努力吃饭 我每到一个餐厅 我都会去观察 这个餐厅赚钱吗 亏钱吗 那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师傅你要开餐厅 你才知道 关心每一个餐厅 关心每一个公司 关心每一个 我们不是在接人隐私 不是那个意思了 了解他 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各位你要这样 而不是说 现在你在跟这个事情 心里又在想着他 我心中有个他 然后一直执着他 对 看到我就不快乐 看到老公才快乐 奇怪 因为各位要 你要 现前我就要给你快乐 因为快乐不是来自于 我求别人给我快乐 快乐是 我现在给你快乐 一种 无所求的 不是给你 不是金钱 不是外表 不是身份 不是地位 我想一只流浪狗在路边 看到你摇尾巴 他给你很大的快乐 他不见得是对你有所求 他只是看到你很亲切 这样而已 他想要给你快乐 那我想各位应该 学佛以后啊 不要装的是 我读很多书 或者是 我很穷 我很悲伤 因为 你看到每个人是 心中 没有任何分别的 祝福对方 这样就好 虽然常常我们是华人 不认识的 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 这是我们的习惯 但是各位到美国也会 哈喽 阿弥陀佛 但是 你现在就开始练习 虽然你可能表情 一下子很僵硬练习不好 但是你心要练习 就像我天天坐飞机 机场跑来跑去 我就一直祝福 一直祝福 一直回向 因为我要保持在修行的状态 我在这边念心经不是为我念 现在你们不要吵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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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佛是念给整个飞机场 整个世界 整个法界 在任何地方都一样 所以人家说 哎呀师父放生 放不多 没关系 我只要出海我就放完了 一块面包也可以 因为我用面包跟鱼 跟鸟结合 用水跟大海结缘 因为你能够救多少呢 今天你花了十万美金 也是一点点而已吧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话讲回来 为了别人你一定要快乐 你要发愿 以后我再大的痛苦不诉苦 以后我身体都痛得快死了 我还在削 削业障 削业障 削得真快 所以那削完业障就OK了 所以但是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死亡的 生灭的过程给别人快乐 跟别人结善缘 因为死亡是必然的 只是我们用人类的眼光 认为八十年一百年好像蛮久的 事实上它是一个唱那而已 一个生跟灭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在这生灭里面 找到生命的道理 生命是为了解脱轮回 生命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个抓住就好 所以还没结婚了 可以不需要结婚 除非你要去度他 度一辈子度得好累啊 已经离婚了 你要放鞭炮 恭喜发财 因为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去 动机如果不对的 过去是满足欲望的 这个动机不要起来 现在我为什么要去上班 为了结缘 为了丰富我做事的能力 为了帮助众生 所以我去把马桶弄得很干净 我把地上扫得很干净 我把电话接得很好 这工作没有贵跟贱 只有在动机 别人分贵贱那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念一下 享受孤独 不 学佛的人 不要 别人认可你 不需要 如果需要别人认可我们 我们就不出家了 佛陀要我们显现跟别人不一样 全世界都误会你 你头脑有问题 不忠不孝 无情无意 跑去出家 佛陀要你享受孤独 却不断奉献 人忙心不忙 人忙心更忙 那你忙了没效率 忙到生病 很多人就提早死掉 为了得到利益 家庭破裂 怎么样 对立 浪费了 所以各位现在已经了解 佛教的意义 忙是为了解善缘 忙是为了慈悲 不要有所求 如果你的动机 是为了照顾老人 为了照顾人健康而煮饭菜 为了让别人穿起来 又温暖又庄严 我去设计衣服那很好 包括各位生小孩 你要起一个动机 我生这个小孩 是要让他来成佛 来利益众生 来消费业障 那你不能说完了 后悔了 我已经生完了 跟那个没关系 你现在的念头就是一个生 像我现在有没有在影响各位 我已经投胎到你心里面去了 因为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已经在你内心成长了 所以你要把握跟任何一个人 相见的习惯 像我坐在飞机上 我很少打个睡 万一睡得不好看 还影响隔壁人 对一个出家人的观感 对不对 因为我都看经典 我表演给他看 看得很乖 打开窗户 我念 看经典 照顾他 照顾他 实际上我在照顾对方 你的水他吃饭 他在吃肉我在吃素 我在轰啊比较轰啊 说 我已经把他超度完了 人肉合为一体 人也要超度 肉也要超度 功德供养你 我都认为说 坐我隔壁一定是我爸爸 老的一定是我妈妈 年轻的搞不好我太太 好好供养他一下 下辈子不要再结婚了 所以 因为我要还他宅 但是我不会 不会说 我是我你是你跟我没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的动作 像我在飞机上 我看旁边的人都在看电视 那我就会观想 他的电视就是迷陀邮寄 他们在看的是世间的真相 然后一些极乐世界 这样啊 因为你的念头给他就好了 祝福他 愿他走到那个线 那你就没有浪费 这种当下的奉献跟付出 有一句话 千万虽然我们享受孤独 但是却不离开对方 记住喔 不能遗弃对方 不能跟对方对立 因为我跟对方是一体的 但是对方所谓享受孤独 是别人都不了解我 但是你是人间的 阿弥陀佛的代表 我来把阿弥陀佛的真理跟爱 跟净土的庄严 透过我的深口意跟心态 传达给对方 你要一直展现这样的心态 去期望自己 不要献出你的鱼翅相 贪心相 生气相 爱睡觉相 相由心胜 记住这句话 修行人一定要相好庄严 文书菩萨相不庄严 庄严 释迦牟尼佛庄严 庄严 相由心胜 你的心现在就展现相 并不是我黑我白我高我矮 那只是一个过去的月报 但是我现在的相 我心在佛 我就显现佛 佛的相 佛的语言 佛的声音 佛的心 去呈现出来 那也为什么 供养对方 所以当你专心在念阿弥陀佛 坐在你隔壁看到你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因为你送给他阿弥陀佛 当你心一直在念大悲咒 那你把观音菩萨的力量 供养对方 因为你心在一种悲心 所以各位念咒 你还是要有前行的发心跟愿 这个正确 你要很正确 念要师咒 那我为什么要念要师咒 因为我了解 要师本愿功德经里面的 要师佛的十二大愿 要师佛的修行的功德 我知道了 所以我念的时候呢 我供养 不能说光回向给牌位 不回向给人 我发现现在有这个问题 我对回向牌位猛回向 对隔壁人 嘿嘿嘿 你撞到我了 你做错位置了 各位在那边回向老半天 回去还跟老公吵架 你回向半天干嘛 你知道回向一次 还可以一个月不吵架才有用 因为你用的是佛的心去对待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所要求自己 不要放任自己 不要任性 不要随性 我们是随着我们的佛性 而不是随着我们的个性脾气 特别对家人 家人 家人 因为你所有的修行 就要在你的家人面前展现出来 因为他跟你最亲近 影响力最大 所以你要掌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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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那各位刚刚读诵的这一本《佛说眼道俗叶经》 调查一下 头一遍踏着牙刷 哦 不好意思啊 哦 各位学佛很久了呢 所以 这一本经讲得很清楚 几孤独长者 就是佛陀的大护法 还有五百位居士 一起来问佛陀 哦 修行人 在家人 乃至在家人跟出家人有什么不一样 乃至我们在家人 如果要发心成佛要如何 很重要的经典 那希望各位至少像今天一样 每一天读一部经好不好啊 为什么呢 让佛的生命不间断 如果说我只喜欢读一本《地藏经》 其他我都不读 对你来讲是可以 但是对于佛教的弘扬就有伤害了 因为每一部经都很重要 如果说我只念一个药师佛 阿弥陀佛 我其他佛都不念 这样也不好 对你来讲 我还讲可以 但是对于佛法的弘扬不好 有些人念不动如来 因为他有堕胎啊 所以他会念得很认真啊 有些人吃肉吃很多 如果他念不动如来可以超度 他会很认真念啊 有些人很喜欢修行 但是他比较穷一点 但是如果他多念多保如来 保圣如来可以让他福报很大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 也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我们对各种的佛号 经典 特别佛讲了 佛的肉体虽然涅槃了 但是佛的生命变成文字 所以叫文字佛陀 那像各位今天这样下午 阴影无大事 就可以念经典 然后去思维里面的法义 然后又进一步告诉我 怎么度众生 经典就是镜子 从这里面你就知道 到底像各位现在有钱 是属下财中财还是上财 下财吗 大部分是中财我看 上财的少一点 像很多人说我在修行 到底你是身文言觉还是菩萨 所以特别是言觉 很多人都是在言觉而已 修六波罗密 四无量心 但是他还执着 执着他的外表 或是执着某一个法 虽然他好像知道自己在普度众生 但是事实上 他还不是真正的 发无上菩提心 是如此 所以我想从经典里面 佛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去了解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进一步告诉你 怎么去修行跟开化众生 教化众生 那这个教化众生 也不是光出家人的责任 凡事 我发菩提心 都应该去教化众生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河河沙 莫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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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